中仍有感动与正能量 或许这正是王牌对王牌3 在贺岁之际给予观众最值得留恋的文化体验 王牌对王牌3唤醒全民记忆 捧出地道中国味 王牌对王牌3的新春特技中 节目游戏和缓解的设置也处处透露着中国味 有年味也有人情味 比如春晚的经典曲目 难忘今宵等文化记忆贯穿节目始终 展现一家团圆的欢乐祥和 出版节目单上画着人口的 竞格金曲等 唤醒欢乐记忆 介于游戏与春节期间 简言慎行的习俗巧妙串联 之前动用贺岁电影中央记 《华人街探案》等 超级贺岁电影IP强强联合 将贺岁电影的欢乐气氛 与何家欢综艺的人文情怀高度融合 相不相成 相互成就 把中国味渗透到光光面面 开启过年贺岁新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 王牌对王牌3还曾在之前的节目中 邀请到了一批外国留学生 参与到游戏中 展现了一带一路政策的深远影响 彰显了祖国的开放包容和强大 体现了中国梦的多姿多彩 在游戏的互动中 看到汉语等中华文化的独特命令 这样散发着浓浓中国味的王牌对王牌3 其实也是在提醒着观众 眼前的这些不仅仅是游戏 更是中国人不应该忘记的东西 主要全民记忆牌的王牌对王牌3 与形形色色的综艺节目并在一起 构成了2018娱乐节目 贺岁等的整体蓝图 以欢乐开局装载文化 贺岁的内涵 打出中国味 情感共鸣的王牌 开创贺岁综艺新格局 王牌不同高下 高手在在民间 本期除了有几位 国际王牌素人的报效互动 行业王牌 鲁文健也在节目中 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协助两大战队 特解悬案 而我们纷纷震惊脸表示 厉害了我的歌 节目中作为读心神探 出现的潜意识沟通大师 鲁文健面对着一群受过 专业表演训练的演员们 不仅通过简单的问答 就精准地猜测出了藏怀表的人 还在游戏中通过 王牌MC的肢体细节 完美地回探出了事情的真相 让人责责称奇 虽然鲁文健的判断过程 在外人看来十分的无理头 但实则他却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进行着一次次严谨的推理和温习 此外 本期 王牌MC与行业王牌货招的行为 也与全新升级的节目理念相得一招 王牌MC与行业王牌货招的行为 新春特技中 节目游戏和缓解的设置 也处处透露着中国味 有年味也有人情味 比如春晚的经典曲目 难忘今宵等文化记忆 贯穿节目始终 展现一家团圆的欢乐祥和 春晚节目单上画着人好的 进阁金曲等 唤醒欢乐记忆 进于游戏与春节期间 简言慎行的习俗 巧妙串联 之前都与贺岁电影中央记 《二人街探案》等 超级贺岁电影IP 强强联合 将贺岁电影的 欢乐气氛 与合家欢综艺的 人们情怀高度融合 相不相成 相互成就 把中国味渗透到光光面面 该起过年贺岁新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 王牌对王牌3 还曾在之前的节目中 邀请到了一批外国留学生 参与到游戏中 展现了一带一路 政策的深远影响 彰显了祖国的 开放包容和强大 体现了中国梦的 多姿多彩 在游戏的互动中 看到汉语等 中华文化的读书秘密 这样散发的 浓浓中国味的 王牌对王牌3 其实也是在提醒着观众 眼前的这些 不仅仅是游戏 更是中国人 不应该忘记的东西 主要全民记忆牌的 王牌对王牌3 与形形色色的 综艺节目并在一起 构成了2018 娱乐节目 贺岁党的整体蓝图 以欢乐开局 装载文化 贺岁的内涵 打出中国味 情感共鸣的王牌 开创贺岁综艺新格局 王牌不同高下 高手自在民间 本期除了有几位 国际王牌素人的 报效互动 行业王牌文件 也在节目中 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协助两大战队 特解悬案 而我们纷纷震惊脸表示 厉害了我的歌 节目中作为 独心神探 出现的 潜意识沟通大师 鲁文件 面对着一群受过 专业表演训练的演员们 不仅通过简单的问答 就精准地猜测出了 藏怀表的人 还在游戏中通过 王牌 MC的肢体细节 完美地 回探出了事情的真相 让人自责称奇 虽然 鲁文件的 判断过程 在外人看来 十分的无厉害 但实则 他却利用自己的 专业知识 进行着 一次次严谨的推理和温习 此外 本期 王牌MC 与 行业王牌过招的行为 也与 全新升级的 节目理念 相得一张 仍有感动与正能量 或许这正是 王牌对王牌三 在贺岁之际 给予观众 最值得留恋的 王牌体验 王牌对王牌三 唤醒全民记忆 捧出地道中国味 王牌对王牌三 的新春特技中 节目游戏 和缓解的设置 也处处透露着 中国味 有年味 也有人情味 比如春晚的 经典曲目 难忘金销等 文化记忆 贯穿节目始终 展现一家团圆的 欢乐祥格 春晚节目单上 画着人口的 进阁金曲等 唤醒 欢乐记忆 进入游戏与春节期间 简言慎行的习俗 巧妙串联 之前都与贺岁电影 中央记 《二人街探案》等 超级贺岁电影IP 强强联合 将贺岁电影的 欢乐气氛 与合家欢 综艺的 人们情怀 高度融合 相不相成 相互成就 把中国味渗透到光光面面 该起过年赫岁新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 王牌对王牌3 还曾在之前的节目中 邀请到了一批外国留学生 参与到游戏中 展现了一带一路 政策的深远影响 彰显了祖国的 开放包容和强大 体现了中国梦的 多姿多彩 在游戏的互动中 看到汉语等 中华文化的读书命令 这样散发着 浓浓中国味的 王牌对王牌3 其实也是在提醒着观众 眼前的这些 不仅仅是游戏 更是中国人 不应该忘记的东西 主要全民记忆牌的 王牌对王牌3 与形形色色的 综艺节目并在一起 造成了2018 娱乐节目 贺岁党的整体蓝图 以欢乐开局 装载文化 贺岁的内涵 打出中国味 情感共鸣的王牌 开创贺岁综艺新格局 王牌不同高下 高手在在民间 本期除了有几位 国际王牌素人的 报效互动 行业王牌 文件也在节目中 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协助两大战队 特解悬案 王牌们纷纷震惊脸表示 厉害了我的歌 节目中作为 读心神态 出现的潜意识沟通大师 如文件 面对着一群受过专业 表演训练的演员们 不仅通过简单的问答 就精准地猜测出了 藏怀表的人 还在游戏中通过 王牌 MC的肢体细节 完美地 回探出了事情的真相 令人责责称奇 虽然 文件的 判断过程 在外人看来 十分的无理头 但实则 他却 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进行着一次次严谨的推理和温习 此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